出征巴黎奥运会之前 17岁的全红禅 信心满满地对着镜头表示 小小巴黎拿爹 他用两枚金牌的表现 让愿望照进现实 北京时间8月6日晚 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10米跳台决赛 在水上运动中心进行 全红禅以425.60分的成绩夺得金牌 帮助中国队实现该项目奥运五连贯 陈玉希摘银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夺得的 第22枚金牌 也是全红禅在本届赛事夺得的第二枚金牌 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 14岁的全红禅横空出世 夺得冠军 陈玉希获得银牌 从那时开始 两人在该项目上 就是彼此最大的竞争对手 三年来他们你追我赶 多次在世界大赛 全国大赛中上演神仙打架 让大家看得非常过瘾 两人在东京奥运会后交锋十多次 全红禅受发育影响 状态有所起伏 其间富多胜少 然而全红禅 似乎是位大赛而生的选手 在近三年内 四年一度的重要赛事当中 比如奥运会 全运会 亚运会 全红禅都战胜了陈玉希 巴黎奥运会上 两人先是联手夺得 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 单人比赛中 全红禅在预赛中 就展示出良好的状态 以超过第二名 陈玉希近40分的成绩晋级决赛 决赛中 梁小芝先后出场 两人穿着一样的衣服 留着相似的发型 只有手上的毛巾颜色不同 陈玉希是粉红色 全红禅是绿色 全红禅的状态更放松一些 准备时 总是蹦蹦跳跳的 胯上跳台的台阶 全红禅在第一跳 就得到7个10分 赢得了全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比赛的五轮动作 全红禅与陈玉希 在其中四轮完全一样 只是在第三轮 全红禅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2的6243D 陈玉希则挑了难度系数 高出0.1的626C 在第三轮中 陈玉希表现出色 获得89.10分 将与全红禅的总分差距 缩小至1.6分 随后两轮 两人均表现出色 而全红禅的动作 完成度更好一些 最终夺得冠军 她也成为 继1992年巴塞罗那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 福明侠 2008年北京 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 陈若林之后 中国跳水队第三个 在奥运会上 蝉联该项目金牌的选手 全红禅的哥哥 全静华也特意赶到现场 为妹妹助威 她身穿红色西装 戴着国旗 全红禅的名字里有红字 国旗也是红色的 所以必须穿红衣服 看到妹妹最终夺冠 全静华激动地抹起了眼泪 不久 全红禅领奖后 恰巧路过她面前 哥哥的出现 也让她大吃一惊 你怎么来的 我坐飞机来的 两人的呆萌对话 也让附近的观众 笑得合不拢嘴